随着新车发现的种类越来越多 很多人选择重新买车 以前的旧车便挂在二手车交易市场 当然二手车也是有人买的 那么市面上那些流动的二手车和刚出厂的新车有哪些区别呢 看完这些你就知道区别有多么大了 当第一次开出门的时候 新车给人的感觉是欢人一心 但是碰到不好的路段或者坏天气时就极其心疼 生怕脏了刮了 小心翼翼的开着丝毫不敢懈怠 而开一部二手车则是一路向前冲 二手车不仅价格便宜很多 而且稍微清洗一下跟新车差不多 开出去也挺有面子的 新车被刮了的话 第一反应就是忙着去CS店修复刮痕 不仅心疼钱还心疼车 二手车被刮到的话感觉并不是那么强烈 只有被刮到血肉模糊的时候才会去修理 还省了很大一笔钱 在保养方面 新车保养特别积极 车主在看到自己的车被保养得很滋润很干净的时候 心里是很爽的 而二手车的车主在保养方面并不在意 现在社会追求的是佛系 二手车保养也是属于这样 随机保养就行了 心情好就保养 心情不好就不保养 当驾驶着一辆新车 后面有人超车 这个时候车主的心里应该是极其紧张的 生怕超车的时候撞上自己的爱车 但是在二手车面前这是不存在的 说明要停车怎么办 新车不能晒到 零到被熊孩子刮到 二手车哪有空停哪 从现在的消费习惯来说 还是选择买新车 车用久了也是有感情的 你清楚这辆车的所有操作习惯以及特点 开出去是很有手感的 选择二手车的话也不能盲目买 要格外注意里面的零件配置